不僅吃海鮮 就連糕餅這一塊也是如此 迎來春節的送禮時節 這個時候知名的紅土蛋黃酥禮盒 再次宣布漲價了 一盒十顆從八百漲到九百八 業者說就卻受不了原物料漲價壓力 只好做出這樣的決定 那麼其他同行業者也說 此刻的麵粉 糖 這些主要用料 原料都漲 已經不是新鮮食 一刀切下超大顆的鹹蛋黃就藏在裡頭 這號稱蛋黃酥禮的愛馬仕 春節黨旗伴手禮在開牆 不過臉書貼出公告 撐不住原物料漲價的壓力 宣布一盒從八百元漲到九百八十元 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衝到將近千元價 而問問其他業者 原物料漲價早已不是新鮮食 像我們最常用的這個麵粉 就是大概調漲大概有兩成左右 其實去年前年就有調了 有些部產品其實有做一些部分的調漲 鮮餅的話也有在去年 前年的時候 就有收了這巧合的 主窗裡糕點 琳瑯滿目 最主要的原物料就是麵粉 以待從五百多漲到六百多元 漲幅來到兩成 至於糖則漲了三到四成 業者坦言這壓力實在好大 尤其即將迎來過年 民眾想送年節禮盒 恐怕得掏更多錢 像我們今年年節禮盒 我們基本上 我們還是不會調整 我們可以吸收的話 我們還是會吸收 老闆決定先自行吸收成本 就怕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但不少業者都在網路上釋出漲價的消息 三峽的知名糕餅鋪 蛋黃素一盒六顆 從兩百四十元漲到兩百八十多元 台南公爵國司工房 則是在春節禮盒發布前 宣布部分手工餅乾調漲 業者扛不住壓力只好漲價 這也讓消費者的荷包更薄了些 記者張學員郭忠睿 台北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小河 broaden 比較好 太好了 感謝 linha 琢磨